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在广州进行的 世界杯的男子单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大家看到是中国选手许新 对日本的选手高木合着 两个运动员都是在小组比赛里 取得了前两名之后进行最后抽签 而进行的这个比赛 胜者将进入前四名 李许欣在现场指导的是 中国乒乓球队的教练秦志简 这就是秦志简 秦志简 按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许欣和高木合着 是分在了同一个小组 是第一小组 王立琴是分在了第二个小组 第三小组是中华台北的庄志渊 第四小组是马来西亚的伊普拉辛 这是几位种子运动员 许欣是徐州人从小到了上海 加盟了曹云华乓乓乓球学校 目前是河北大洲海润乓乓球俱乐部的一名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的比赛中 它的优势就是正手的拉球 尤其是正手拉球的宽容度非常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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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除了这场比赛以外 还要给大家播放中国选手王丽琴 和伊朗选手阿里梅安的比赛 然后还有挣夺前四名的另外一场比赛 女子四分之一 就是中国选手刘诗文 对新加坡选手余梦宇的比赛 因为余梦宇在前不久的国际大赛中 是战胜了 我印象是战胜了刘诗文 战胜了刘诗文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比较关注 今天从晚上的18点35分开始 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 亚洲杯半决赛的比赛的情况 然后到明天的晚上8点05分将是男女单打的决赛 亚洲杯是每个国家或者地区最多有两名选手参加 一共是16个男的16个女的选手 来进行分组分四个小组然后淘汰赛 四个小组的前两名 这个参加就是八个人 然后进行抽签 最后采取单淘汰 最终打出冠军 许欣和王立琪呢都是曾经两次参加亚洲杯 但是我印象了两个人都是拿的亚军 现在日本选手刀幕合着发球 谢谢大家 现在场上比分10比8 许欣第一局是11比8取得胜利 可以看到在第一局中许欣始终是控制了场上的主动权 大部分失误都是她自己失误的 大部分失误的 中国的教练是秦志简 日本的教练是宫崎义仁 也是一位老教练 第二局比赛开始 比赛采取七局四胜之 三局比赛 大家可以看到 许欣的反拉的准确性是比较高的 他拉球的时候 节奏掌握得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这个运动员 他看起来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扎实 尤其是从正手来看 脚底下和身体的配合上 都不是非常到位 所以他的失误率也比较高 打法上和这个水果笋的打法很接近 首先在揭发球这个环节上 他没有太好的办法 所以搓过去的球比较长 这样许欣就可以直接拉冲 发球接发球这两个环节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许欣在接发球的时候 第一板它可以控制的比较短 如果它出台许欣就上手拉 所以这样就使他的发球没有优势了 刚才这个贴发球控制的很短 这样它没法拉 或者它有法拉的话也是很轻的拉 这样许欣就可以反拉 因此在乒乓球里面 这个前三板短球的控制是关键 如果你控制好 你就会第一板你就会上手 你看这个球控制的很短 所以它拉的质量不高 许欣侧身反拉 当许欣一发球的时候 它就比较困难 它控制不了短 这样许欣就可以直接进攻 它发球许欣就可以调起来 你看又是优势 所以这个发接发差距比较明显 这样这个球就不好打 所以有的欧洲运动员呢 它虽然说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差 但是它防守异常突突 所以你先上手以后 它仍然跟你能够形成对拉 你看它这个就没有对拉 第一板拉完 第二板就没有了 这次在广州举行的亚洲杯呢 在门票方面 应该说是处理太不错 有很多免费可以参观的名称 大家可以注意观察这个揭发球 许欣接发球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接的非常短 这样它短了以后就两跳 两跳的话 球不出台 你的手沉不到台下去 你就得把手伸到台子里面来进攻 所以两个人的主要差距 是在这个前三百 刚才的接发球 许欣反而得两分 现在到许欣发球 所以看看日本选手 它能不能搓出短的 控制不了 你看发球 没有效果 接发球又得两分之四比零了 你看 你看这个球 要想把这个球接得很短 控制很好 这个就要判断首先很清楚 对旋转的性质分得很轻 同时手法又很细 你看日本的运动员 接发球的时候 它就控制不了那么短 可是它又打不了 所以这种球半长不短 是最没有威胁的 或者你就干脆劈个长 好 拜拜 所以它斗小球呢 效果不好 这样还不如发鸡肠的 发鸡肠球呢 逼着许欣把球拉起来 然后形成箱匙 接发球 这个退到后台以后 把球兜过去 这也是许欣的一个 比较好的技术 这样做到结束 好了 得悔仪悉 了 不 毕竟 金 这样许欣就11比6 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我们在看球的时候 第一个就要从发球接发球来看 你看许欣的接发球 明显的比对方高一块 发球明显的比对方高一块 威胁大 第二个阶段就是看相持 就是进攻起来以后 两个人的相持能力 那么在这相持段 又分为主动相持和被动相持 每个阶段都要经历大赛的考验 往往出现了大赛的情况的时候 首先是心理上可能比较紧张 有可能吃不好 有可能睡不好 另外对待一些运动员的比赛的过程中 可能眼睛 手会觉得不得劲 有可能看不太清 或者手上感觉跟平时不一样 这都是在比赛中的这种实践 通过实践来慢慢地达到一种适应 对待会儿的比赛中的这种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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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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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看到 核木合着 再来 再来 漂亮 这是高木合着 高木合着呢 在发球接发球的环节上 一开局 适应的还是不错的 今天许新的证手 失误率比较高 出界多 每一个运动员到现场以后 可能各种因素凑到一起 你就会感觉到 今天可能在某一个球的处理上 不是很影响 或者是下网多 或者是出界多 这种情况你要进行调整 自己要有一个 想一想 现在出界的多 所以我要适当的控制 今天许新是出界比较多 在这个小场地打惯了的人 突然到大场地打呢 这个声音 球的声音小了 就反正使不上劲 有这种感觉 这球发的好 看起来很像上旋 但实际上是下旋 发球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击球一瞬间 它的用力方向 用力大脚决定这个球的旋转 但是往往呢 它是一瞬间不让你看清 让你看的是前边 或者后边的那个假动作 来迷惑你 所以看球的时候 一定要看那个球动 它的手一碰球 是球往前一动 那说明就这个时候击的球 许新在3比0领先的情况下 第四局呢 好像处理球比较轻率 所以作为运动员来讲呢 一定要平时要美球必争 养虫这样两种的习惯 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这样许新呢 就以十一抵发 取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4比0 就战胜了高木合着 那么按照许新呢 下一个对手应该是香港的江天一 如果赢了江天一以后 那就能够进决赛了 就这样下一个是香港的 都要进决赛了